哈喽,大家好,大家这个月过得好吗? 我给你们看看我二月份这个月吃的所有的我记得记录下来的东西 那我们先看看一些快速的影片 这个是鸡翅板,我自己煮的,加上韩文锅泡菜 大家先看完前面的intro以后呢 我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每一道菜 好,那这个星期其实吃了蛮多的烤鸡,然后素食 我还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我喜欢吃的sauce 那这一道其实又是素食菜 这个星期其实是这个月呢,其实是我非常繁忙的一个月 工作特别多,所以我吃了几次外卖 如果自己煮的话很多也只是用 rice cooker,也就是煮饭的 电煮饭,鸡煮一下,快速的用一些生菜 所以我就想起,应该很适合一些海外煮 做一些简单的 这个呢,是我从Fresh Direct 买回来的鸡,然后配上卤笋 还有我很喜欢吃的这个sauce 叫Guacamole Salsa 这个sauce 其实我可以把link 给你们 在Amazon上面可以买得到 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也不一定那么喜欢 主要是墨西哥的 好,下一个呢 是我煮的猪排 是baby ribs 猪排白萝卜汤 大家都知道在海外吃一个自己熬的汤 其实是很不容易 因为餐馆里面买的汤呢 就是常常是放了很多的味精 然后调料 虽然很香,但并不是那么正宗 所以我常常会有空就用猪排或者猪童骨 加上白萝卜或者海带 来做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吃的 排骨白萝卜汤 好,这个呢是我的energy boost 一般是在吃饭 午饭和晚饭之间 或者早饭和中饭之间的时候 我会炸一杯给自己吃 这一次炸的是苹果和青菜 我一般就是看冰箱里面有什么菜 只要是绿叶菜的话 Cale或者菠菜 然后剩的什么水果 我就会把它拌一拌 那下一道这里写了是韩国泡菜 鸡翅板 这个是我自己在做的 那这个鸡翅板是从Costco Costco买来的 那它的韩国泡菜呢也是Costco 就一大瓶呢是7块9毛9还是8块9毛9 那这个鸡翅板呢也是Costco 一半是应该是2块9毛9吧 但是其实做法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鸡翅板他们已经腌好了 然后泡菜他们也已经就调料了 所以呢就是鸡翅板煎一下 放一些泡菜 再放一些水 然后收汁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味道呢会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 因为它本身鸡翅板呢是有一点点辣 但又不是很辣 特别适合能吃辣 但又不能吃太辣的小朋友们吃 好 那下一个呢是稀饭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非常喜欢吃稀饭的话 而且是很稀很稀的话 那你应该会明白为什么 早晨吃一碗非常稀的稀饭 热腾腾的感觉是多好 那这个是顺下的排骨 我加了一些汁 西红柿汁 是昨天做的一套菜顺下来的 早晨我就把它们两个热一下 一起吃 嗯 其实 西饭配鸡肉和猪肉 早上我都很喜欢 然后旁边的这个呢是一个菜心 就是我在中国超市买的 非常便宜 好像是一瓶是一块九毛九 还是两块九毛九 而这个菜心是非常非常脆的 嗯 用来配西方特别好 我还推荐的呢 其实是豆腐卤 豆腐卤配西方 好 这个呢是我最喜欢吃的Lady M的蛋糕 这一次呢 我买了一块 而且还试了一些新品种 它每次包装其实都很漂亮 然后都会给这个叉子 叉子看起来感觉就是真的铁叉 其实它们是塑料的 只是做工比较细而已 然后它们的纸巾啊什么都有打印它们的logo 所以我是觉得它们的包装上面也是很认真 好那我打开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我尝试的 最旁边那个我把它称为拉面蛋糕 因为它样子像不像上面一条条面条 当然最逃不过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Green Tea Creep 也就是Lady M里面的绿茶蛋糕 如果来纽约或者去有Lady M城市的小朋友 一定要 一定不要忘记去Lady M尝尝他们的蛋糕 非常好吃 当然你不需要一次买一大块 买一小块就好了 那这是我继续吃的一个烤鸡 烤鸡和饭 那这是我直接在Fresh Direct呢 买了一枕头烤鸡 于是呢每一顿就切一个四分之一 然后又配上我最喜欢的Guacamole Salsa Sauce 这个Sauce 其实是墨西哥人吃Taco的时候来吃的 声明一下我没有跟他们合作 真的是我喜欢吃的 然后这个是有一点辣 所以不能吃那小朋友可能 小伙伴们呢可能是不会喜欢的 那这一次是我点的外卖 这个是一个素食餐厅 给我的 那为了他们送货 我记得我Oder这个那一天 我是非常非常的繁忙的工作 所以我连自己做饭的时间都没有 那他一定要15块钱才会送到我家 所以呢我就 让他们点了两份 让他们送过来 我记得一份应该是7块多 或者8块5 所以两份价钱是有超过15块钱 而且他们美国的外卖的launch special呢 就是特价五常一般都会送摊 所以旁边看到的摊呢就是他送给我的 那这一个呢他们称为炒鸡炒睡鸡 然后另外一份呢是树鸭 那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青菜和面类 煮成成的 只是起了一些动物的名字而已 虽然我不太理解这种做法 但是我也觉得他们的菜是蛮好吃的 那这个是混沌汤 当然里面的并不是肉 这个是miso soup 也就是味噌汤 那个混沌汤呢 我还要多教一块5 他才会把我申请成混沌汤 否则的话 武昌送的就是味噌汤 在美国买外卖的时候 只要你们是买特价武昌 很多餐厅会送汤或者汽水 那我当然是不会去点汽水 因为第一个我不怎么喝汽水 第二个性价比不高 好这个是第二天 我说了为了他们送过来呢 我要点两份 所以这是没有吃完的那一份 在第二天我就用我的电饭锅 热了一下 这个电饭锅超级好用 其实是全不锈干的 就是很平常的用煮饭的锅 但是是不锈干的 所以除了大同以外 我常常用这个 然后他三面带了一个蒸炉 是我另外买的 本身这个不锈干的 全不锈干的才25块钱 蒸炉一个25块 我也把link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感兴趣买一个便宜的话 那这个是外卖 这个是Panera Bread 是美国的一个西餐店 他们以比较健康来 他们知名度是比较健康的 那还有他们比较有名的就是 買一 就是Buy one and another one 就是半个三明治和一个摊 算是一份 这一份好像是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12块多吧 其实也就是一个三明治 我让他加了 我喜欢吃的Arugula 然后是鸡肉三明治 我记得我好像读过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的鸡肉是 没有犯基数长大的 所以吃起来比较安全 那这个面包是 配的这个汤送给我的 这个汤呢 是丝瓜 Pumpkin 南瓜汤 这个呢 是大肠饭 大肠是我在 一家乳肉店 买的乳大肠 然后加上一些蔬菜 我直接放在电饭锅里面 煮了一下 一般是我把饭呢 煮下去 放电饭锅12分钟左右 然后 菜的话是跟饭一起下的 然后我再放 把大肠放下去 差不多20分钟25分钟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一肠 就是当我在周末 都加班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电饭锅 做一些简单的不得了的餐 那下一个呢 这个其实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又是我用电饭锅 比较方便 就是前一天顺的 我们去唐人街 曼哈顿的唐人街买的一家 它非常好吃的一个烤猪肉的店 然后加上我自己这个花生是我自己加上去 热了一下 那秘诀呢 如果想吃健康又简单的话 就是用很多的蔬菜 洗好以后 加在电饭锅上面 然后差不多等个12到15分钟左右 等它蒸好了就可以吃 你别看这个蔬菜是非常非常多 我一般是把蔬菜加满的都塞不下去了 把盖子盖上去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盖得全 但是呢 过了13到15分钟以后 这一些蔬菜就会只变成非常小的一小块在里面 嗯 所以呢 我会尽量塞 我每次会一直塞 塞到 就是特别贪心的那种 塞到已经塞不下去了 还会塞 然后盖子一盖 然后 就开始煮 这就是煮好以后的 我告诉你 刚刚那么多 可是现在全部都被压扁了 这就是我的简易肠了 一般我就把它们拿出来 其实这个花生跟猪肉在一起蒸了以后 再加点菜 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香 看起来呢 虽然并不是很好吃 但是整盘菜里面 我最喜欢吃的 竟然就是花生 非常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帮我点赞留言 啊